溫馨提示 本期视频带有火鼠喂食 如果您感到不适 请及时退出视频 谢谢各位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呀 听见龙的咆哮没有 之前视频不是 他连排骨都啃不动吗 于是今天来看一看 他在陆地上对小动物的捕食 有没有退化 因为之前给小蛇买小老鼠的时候 就顺便买了两只大一点的乳鼠 给小鳄鱼吃 虽然他们很可爱 但是毕竟也是实验室的老鼠 大家猜小泰迪会不会捕食 他好像很笨的样子 不会吧 这个能力你都忘了吗 完了 完了 今天是给小伙伴们证明 你可是鳄鱼啊 你不是狗 狗还拿耗子呢 完了 那边的已经越狱出逃了 咱们试一试这一只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不味道你嘴边 你不会吃了是吧 完了 这场面就很尴尬了 他在警告他 小白你可不能靠近我 靠近我了 会遭遇不测 为啥 你不是吧 你不会等着我喂你吧 朋友 咱今天就这里僵着 我倒看你吃不吃 他摇头了 我们再把它丢过去 嘿 他害怕个啥的 他小时候是吃过小老鼠的呀 嘿 完了哥们 你真真的疯 这场面 真的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 太害怕小老鼠 我的妈呀 小太鼻 你这推化能力 推化的不是一丁底的 完了 小老鼠还跑进 鸡脚嘎啦里了 很尴尬 今天这期视频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因为这个 这个人已经没有捕食能力了 好吧小伙伴们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吧 小伙伴们 再见